与井下小三通春雨也正式启动了 但是才上路也是状况连连 不但拖运行李其实没送到 甚至还有被弄丢的 旅客好不容易领到了行李 却因为手推车的数量不够 还得扛着大包小包 啪啪啪 眼看开窗时间只剩下不到10分钟 但从台北拖运的行李 却迟迟还没有抵达港口 旅客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断询问行李的下落 好不容易才拿到行李 却因为港务处提供的 手推车数量不足 老先生提着大包小包 不禁破口大骂 那今天不知道搞什么东西啊 有个码头这么大 连那个推车都没有 那你这个人这样提几件啊 哦我们三个人提 打九件啊 打九件 纵实了 为期12天的惊吓全小三通 春运正式启动 但是才上路的第一天 就出现状况连连 不但有拖运行李迟到 甚至是不见的情形 既然连港务处内手推车 都因旅客人数大增而不够使用 状况接二连三不断发生 也使得往来旅客们抱怨连连 目前的空间有限 只能用能力来做一部分的管理 来疏解那个人潮 其他方面只能等待第二次 再扩建才有办法 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金门港务处 已经增派人员协助托运 但随着春节将至 估计未来往来的旅客人数 还将持续攀升 而相关单位也只好绷紧神经 丝毫不敢大意 中期新闻李俊龙继云 金门采访报导